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约会看个电影 出霜入队的 谁不羡慕 对不对 一直在想 为什么我就找不到女朋友呢 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 有一天我陪我妈去吃酒席 去之前我妈就教我 说看见别人的小孩长得还过得去的 你就要夸奖人家长得好漂亮 实在看着丑的就夸人家 这个儿长力挺高啊 结果一到那儿 好多人都跟我妈打招呼 哟 哎呀 你看你儿子 这小伙子你看看 长得多高 不过 你们别看我 立刻长得一般 也有姑娘对 就前两天我去剪头发 旁边的理发师一直跟一个小姑娘就说 美女 探个头发 我们这儿新出来五千八的套餐 你探了头 我绝对好看 当时我就不乐意了 这不明摆的骗钱 我就蹭着我就站起来 我说 姑娘啊 你听我的 你别听她的 就你长这样 探五万八的头也好看不了 说完 我就淡定的出去了 结果那姑娘啊 是紧针着就出来了 估计是要谢我吧 哎呀 太客气了 要不是她长得太难看 说不定我还愿意跟她发展一下呢 后来啊 老家二姨时代看不过去了 给我介绍了个女朋友 说两个人吃个饭认识一下吧 我这心里呀 特别的高兴 打扮得流光碎滑的我就过去了 去了一看 哎呀 这姑娘长得水亮 还是我老姨对我好 俩人一块吃饭吧 聊着的也特别偷鸡 到结账的时候 姑娘就特别热情了 非要掏钱 那我一看 这怎么好意思拒绝呢 我就想 那我下次再请她吧 正好也有这个借口 可是这姑娘掏得太忙 一直翻那包啊 那我也不能看看是不是 我就说要不我来掏吧 姑娘说 那还真不好意思了 我说没事 我把手伸到她包里 一下就找到钱包了 不过这姑娘吧 脾气也有点贵 后来再也没有理过我 发威劲不回 算了 性格有问题 长得漂亮也白搭 这一直找不到女朋友啊 我也很着急 去年我就去算了一块 一个大师给我一看 说命犯桃花 会被一个忽然出现的女子 伤得很深 听完大师的话 我这心里又紧张又期待 难道是一场撕金裂飞的爱情 就要降临了吗 但是你们别说 这个大师还真神了 果然没过多久 就被一个女人深深的伤害了 那天 我刚出门一拐弯 就被一个骑电动车的大妈给我撞了 哎呀 一直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 伤才好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利哥脱口秀天天把女斗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